立榮皇冠大楼落砖砸死人的意外 检警现在已经展开调查 而大门仍然封闭 尽管市政府强调外墙悬挂灯箱未经申请 但官委会说设置符合规范 要不要自行拆掉官委会没有答案 目前先失座安全走廊 发生大理石剥落砸死老妇人意外的立榮皇冠大楼 大门口封锁线还没有拆掉 墙壁上贴出了公告改由侧门进出 在还没有失座安全措施前 不少民众经过这里还是觉得很害怕 会怕怕的 如果有防护走廊在上面 那这样比较好有安全感 大楼外墙安全亮起红灯 店家生意大受影响 官委会这两天将失座安全走廊 针对六楼以下的磁砖及广告招牌 通通进行安检 一定要让客人能够进出安全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安全防护走廊 我们防护走廊做完以后 我们防护走廊才会拆掉 那一定是明天 明天会把安全走廊做完 让那个客人就可以进出安全 那后续的部分我们就会 所有六楼以下的这些食材 我们还会再做后续的警察 市政府相关单位昨天会刊后 确认这些外墙悬挂式灯箱 都没有经过申请 但管委会今天强调 当初包商告知 这些灯箱都符合规范 不需要提出申请 像我们这个招牌的话 它有尺寸规定还有等等 那在市政府它也有规定 什么情形要申请 什么情形要不要申请 它有分 我们这些的范围的部分 都是在于他们的规定之内 允许之下 检警昨天到现场调查 看看石板原本的位置 管委会说大楼外墙 在树立台风时 就有石块掉下 原本要发包进行检修 但没想到修复前就发生意外 在2000年完工的皇冠大楼 在2011年9月传出火警 2012年两次未通过消防安检 好不容易在2013年1月过关 结果2月又起火 状况连连 还影响到日本评价服饰店的开幕 现在又发生 石板掉落砸死富人 检警跟市政府要对大楼展开提检 追究可能面临的责任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